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很多业组装修的过程中 每样东西都要追求性价比 到最后呢,往往自己会受罪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 大多数商品都是这样 今天咱们不聊性价比 就给大家说一说 哪些东西一定要买好的 都差这几个钱 听一听 第一个呢就是地漏 换一个地漏你知道多少钱吗 换地漏比较费事 它需要水泥,需要防水 所以说操作起来很麻烦 收你两百块钱 你都得感恩戴德 所以说换一个地漏很麻烦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考虑一步到位 用一个好的 全铜的 然后呢,这个地漏心要好拆卸 好清洁 然后不要用水封型地漏 水封型地漏 排水慢 并且呢,必须有水才行 所以说水封的已经淘汰了 第二个 厨房的纸泥罚和卫生间的纸泥罚 大家记住啊 如果说你正在减肥 邻居家天天大鱼大肉 你这止尼罚不好的话 哎,你的减肥计划恐怕要泡汤了 止尼罚要买一个好的 开发商送的那个红颜色的 它就是为了验收房子的 它是应付差事的 不能用 买一个好的 你记住一个特点 就是安装的时间要基准了 选择铺贴完瓷砖 就给它安装上 不要等到最后 第三个 脚法 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厨房里面漏水出现问题的大多数 因为脚法引起的 因为厨房里面水盆下面 在地柜里面 你不可能经常去检查它 它很难被发现 尤其是它漏水还不是特别明显 一滴一滴的那种啊 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家地柜可能都已经被泡烂了 所以说啊 脚法一定要买好一点的 全铜的陶瓷阀心 记住一个特点 安装时间 最好是安装橱柜之前 要不然你安装完地柜之后 你得钻下去 去安装那个脚法 很费势 也很费力 大多情况下就是因为 你这个操作空间太小 它不容易安装 才造成安装的不结实的 第四个 逆子粉 咱们现在的业主装修 有哪个还不中注环保呢 有哪一个还想让家里面多打一点胶呢 没有是不是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逆子粉很容易被忽略 好一点的逆子粉呢 它直接是兑水的 不用加任何的胶水 但是你用一些杂牌子的 它的性能可能不够 它需要加胶水补充它的性能 但是这个胶水的用量 就掌握在工人手里了 它没有任何的执行标准 环保等级无从弹琴 所以说啊 逆子粉重点用一下啊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没有打任何品牌的意思 没有打广告 我用的呢 是美潮的逆子 工人不爱用 因为呢 施工比较难 比较硬 但是它有啊 比较好的环保抗减 和我们抗烈性 所以说美潮的 你可以选一选 第五个玻璃胶 为什么单纯 我会提到这个玻璃胶啊 前面四个东西 都是呢 我们更换比较麻烦啊 玻璃胶好换 但是记住啊 玻璃胶线下咱们业主 一般买不到好的 因为大家对它的认可度并不高 你去普通的五金店看 大概就是十块钱 十五块钱一桶 这种普通的玻璃胶 根本达不到很高级的一个 抗霉性啊 就是说它很容易发霉 并且环保等级也不够高 所以说这类产品呢 你要用好一点的话 建议你去网购 因为线下普及率并不高 好了 这五件东西 大崔说的对不对 咱们写到评论区 或者说你觉得 还有哪些更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卖好的 也写到评论区 让我们一起参考一下